Hello 大家好 我是KK 歡迎收看ECT Channel 來自新加坡的線材品牌 Ellatec 近幾年所推出的旗艦線材 無論是造工用料 外觀設計 以至到音質 都可以說是獨當一面 由最早推出的Ellia 去到Odie to Laura 都見到Ellatec 將音樂、技術、設計和創新 各方面都完美地融入線材入面 而今年Ellatec 繼續用作品說話 推出新一代旗艦作品 Sonnead of Adam 將聲音的界限 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Adam 作為Ellatec 全新的旗艦作品 他們的高階線材 柏爾納斯山系列 一直都是品牌倉衣 及工藝的交會點 相比起其他耳機線品牌 研發團隊在構思 製作每一款新線材時 都會借定好一個明確的音色取向 及線材本身想表達的意境 然後通過反覆的測試 不同的導體材質 編織方法 善心粗幼 及內部結構 去達到他們認為 心目中最理想的聲音 整個過程就好像炮製一杯Cocktail 酒師需要用到最合適的機底比例 調配手法才能做出一杯最完美的Cocktail 而在外觀設計上 Adam這次用了著名的壁畫 《創世紀》中最出名的創作雅當部分 作為設計的靈感 同時將希臘和古羅馬時期 金碧輝煌的建築設計 融入到Adam裏面 可以見到分線器的部分 用了不規則的幾何形狀設角 正中間刻了Adam的logo 而外殼用了高級摩薩刻和杜金塘層 配合拉斯文的處理 同時將古典和現代的美學結合 完全展現到Aletech征賞無比的工藝 而部件的外殼用了杜洛鋁合金材質 可以有效地阻隔外界的電磁波和信號干擾 令到線材可以在最佳的傳輸環境下 保持最純正原始的聲音 在新加入的速線器部件中 除了加強整體外觀的一致性之外 同樣都可以減低線皮表層 因為磨擦所造成的磨損 而在線材規格方面 Aletech在研發線芯結構上 用了業界最先進的三重混合黃金導體技術 絕對是技術和制線工藝上的一大突破 線芯由三種珍貴的黃金物料組合而成 分別是銀導金、銅導金和金銀合金三種不同的導體 而不同導體的金屬特性都會針對不同噴段 呈現出自然不同的音色 金銀合金就是在清晰度、透明度 和聲音細節方面有不錯的表現 堅持用四角編織的做法 除了可以令到線材保持輕身、柔軟之外 都可以減低聽診效應 他們都希望可以保留線材原來的音樂性 看來信息量又不會有種太過氾濫的感覺 可能你會問 四角線材會不會在信息量和音場上 比起白皎線材輸蝕了一點呢? 如果細心點去看Atom的線材結構 就會發現入面每一條導體 都用了Nine Core Adometry結構 透過幾何形狀排列 用黃金比例去分散線芯 將線材入面的所有空間完全用盡 令到電流可以很光雲地流經成條導體 大大地降低了雜膚效應 還可以做到等同於白皎線材的 訊息量和音場闊度 接著到耳機配搭的部分 今次選了兩款聲音風格 完全不同的耳機 分別是Aura和Ronin Player會用了SP3000銅板 去考驗這條旗艦線的真正實力 首先搭配起氛圍感 非常強烈的Aura試聽 相比起原裝線 無論是分析力、層次感和音場 都有明顯的提升 整體的聲音有一種換言一聲的感覺 在聽一些現場錄音 或者電影soundtrack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很強烈的包圍感和空氣感 令你更容易聽到一些現場錄音入面的背景聲音 例如流動的風聲 歌手的呼吸聲等等 都可以很清晰地還原這些細微細節 而Adam對於低音的量感控制都一樣出色 聽到低音是更飽滿有力 又不會過量的 人聲有一種輕盈順滑的質感 特別是一些清瘦亮麗的女聲 可以把它收拾得更加溫暖 而且有潤窄感 整件事就變得有溫度多了 當搭配起爽快 而且動態十足的Roling 可以說是將Roling的所有優點放大之餘 三頻細節都非常乾淨 分離度和幻向音場表現都是無可挑剔的 而且它的聲音結像是更加立體和圓滿 特別是中高頻的部分 有一種很透明和有光澤的感覺 每一粒音符都好像包著一層金色的光 整個音色都生動了不少 聽完我說這麼久 是不是有些心動的感覺呢 總括來說 Adam絕對是發燒級用家 一個非常之不錯的選擇 可以幫你在手上的耳機 帶來全面的提升之餘 同時他都很著重音樂感和氛圍感 特別適合一些刺激感比較重 或者需要增加韻美的耳機 可以帶來更加好的音樂體驗 今次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我們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讓各位 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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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